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才举棋 阅位 这总该进了把空门 这个球基本没什么难度啊 打空门的手 这种打空门的机会 他是不会放过的 没错 抓住对方漏洞 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 非常漂亮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楼家会 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 精彩的传球 危险打中力柱了 危机成功化解了 本来啊 这是一个不错的扳平比分的机会 但最后门框阻止了他改写场上比分 他们今天真的是非常不走运啊 他们要相信运气是暂时的 实力才是永恒的 这个球要是不进的话 可能大家会觉得是在浪射 但是既然进了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势大力尘的一脚远射 后这个世界波 可以说是犹如手术刀般精准 这球不是世界波 也得是宇宙波了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安迪 苏利文 摩根拿球 过得漂亮啊 直接打了 防止队员在射门路线上 飞身堵枪眼 能将一个飞扑 跨起了对手的打门 传给前点接应的队友 又来了一个脚球 球直接往进区里开 这种放产 一般都是防止队员被逼得 没有办法 而想出的办法了 犯规的话 很容易吃牌 打扮表示球员犯规 并向他们出示了黄牌 他看起来 好像也接受了这个判法 他们把球直接传给了对手 来到了前场 领先的机会 比分依然是平局 我是真的不明白了 以他的水平 这球应该是毕竟无疑啊 就是啊 卡丽尔哈拉 亚厉克斯摩根 他可以继续拉边 就被防守方拿到了 这次进攻是无攻而返 张鑫 王珊珊 动入对方腹地了 罗斯拉威尔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 夺回了球权 罗家慧 平局让他们踢得 好像更有耐心了 好机会 门前空了 投球公分进了 完美啊 这个进球 源自于他们送出的这脚 落点极佳的传终 最后的胜盟也不赖啊 一击投球攻破了对方文将的实质关 一分被改写成了2比1 安迪苏利文 亚利克斯摩根 他过掉了对手 这次抢断非常的关键啊 让对手之前的进攻组织全都白搭了 再被明哨了 脚球 把球是拖出了横梁啊 直接开到了进区里 防守队员很机智地应对了这次威胁 他们目前暂时一球领先 这个脚球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 这个解围可能是替资了 警报还没有解除 他好像过于专注于发力啊 以至于高度没有控制好 临赛霍兰 亚利克斯摩根 把球交还给霍兰 临赛霍兰 进了就追平比分了 好球 对手估计还沉浸在进球的喜悦中呢 好吧 很快就把比分搬平了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2 这不能不进吧 他们获得了一点喘息的机会 但是危机还没有解除啊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欲速则不打 一味球快 肯定会出问题 这次能改写比分吗 这次封堵啊 太漂亮了 防止队员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球门后面的球迷 都已经准备庆祝了 还好他反应及时将球挡住 是 可能有机会 门将拿到了船中 危机解除 王珊珊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这个球被对方解围了出来啊 看看张瑞的处理 现在拿球的是王珊珊 这球能进吗 差一点就打破僵局了 双方比分仍然持平 不过还有机会 对 他不会让任何人 从他这里把球拿走的 王珊 叫球 他们能把握这个机会 取得领先吧 球直奔进区区了 有没有机会呢 精准地传球 直接攻门了 只比衡量高了那么一点点 再有下次 结果可就不一样了 北极 绍尔布伦 裁判的哨声响起 刘明球场的比赛 上半场正式结束 让我们回到比赛中来 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这次是中国女足开球 总部员很淡定啊 没有做出任何扑球的动作 不知道是来不及反应呢 还是早就知道这球会打偏 从他轻松的深情来看 可能是后者 林赛霍兰 摩根拿球 做得不错 网霜 有家会 球传到了禁区 防守队员及时将球控制 进攻方没有机会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球被破坏了 他们的反击到此为止啊 这脚球传得不错 应该能找到队友 倔强的机会 这球有了 被扳平之后 再度取得领先 这脚直塞球 指得我们通过回方 一看再看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 三比二 老家会 关键时刻将球拦截成功化解了对手的进攻 队友应该能拿到球 男将把球扑出去了 他拿球的压力有点大呀 但是背后还有队友保护 他们的防线很有层次啊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反击被对手打断了 索菲亚 史密斯 他们这个连续倒角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凯利奥哈拉拿球 一次漂亮的拦截 抢回了球 位置也还不错啊 网霜 进区内的抢断 危险解除了 这铺就没什么难度 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二十五分钟 面对这样的防守 对手肯定是绝望的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直接打门 本将也是毫不逊色 轻松做出了铺就 张欣 王珊珊 扳平比分的好机会 他能长时间保持这样的专注力真是太不容易了啊 而且这个铺就完成得非常漂亮 球直接往进区里开 他这次的投球没能威胁到球门 进入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 往刷 进了就是平局了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我们现在可以再看看这个进球 门将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距离非常近 在这个位置 对手不会坐视良机的 目前双方打成了三比三平 双妹子 王珊拿球 门将稳稳地抱住了这个球 比赛的常规时间 现在只剩下十五分钟了 现在直接外球 双方对抗很激烈 这个球是出界了 传言中没能躲过防守队员 防守队员把球碰出界了 进攻方获得了脚球 直接顶到了门将的手中喽 这就是没什么威胁了 是啊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他们在组织进攻 会有所突破吗 就是现在 他对对手意图的预判 可以说非常的准确 安迪苏利文 把球交还给霍兰 多亏了门将的完美扑球 现在比分才能保持平局 他们的封键 需要学习一下这位门将了 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 脚球开出来 往前点打 对手成功拿到球权 这球出边线了 现在是至界外球 让对手失去了对球的控制 中场哨即将吹响 最后的绝杀机会 防守队员把皮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上妹子往上拿球 刚才这个抢断十分关键 猜判是以捕食两分钟 四网森 这队友上来协助进攻了 还以为这次进攻可以进球呢 没想到对手成了终结者 防守将球篮下 阻止了射门 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 最终没有人更生一筹 好 谢谢观看